大家好,我是秒杀解题魔鬼山英文老师Henry 我们今天要特别介绍英文的音标要怎么学 你把音标学好了以后,再加音标的组合规则学好以后呢 以后你就可以自己拼音标 你查了字典,你就可以完全清楚知道音标到底怎么念 那首先我们先了解一下,这里有一个叫母音大嘴巴 这张图是美国的两个KK音标的教授他所发明的 这不是我自己创的,是美国的教授发明的 他这个发音的技巧要像这样的音标技巧才会发得很标准 我们都知道英文的字母总共有26个 其中5个叫母音字母AEIOU 另外有3个叫半母音字母RWY 那这5个母音字母加3个半母音字母 在发母音的时候呢 合起来一个单独发或2个合作或3个一起合作呢 总共可以造出17个母音 那我们一般认为呢 音标说有人误认为音标母音只有5个是错误的 应该是母音字母有5个 那总共的音标呢母音呢应该有17个 所以这张图呢就把17个全部都介绍出来了 那其中呢我们最先介绍这个叫E的发音 E这个发音呢我们要背音标的时候呢 你要记得 因为音标有些人会不好记 其实音标就是注音符号 注音符号就是音标 那我们台湾叫做注音符号 那美国的呢因为是KK叫做两个发明的 所以叫做KK音标 那其中呢这个第一个音呢就E 我们刚刚讲英文呢记音标呢 一定要从以知来记为知 从以知记为知 第二个人要熟悉字来记不熟悉字 那我们知道这个音标呢 念字母的时候叫做爱 可念音标的时候呢应该念着E E才对 那我们今天就把这个写上去 让你知道怎么记比较理想 叫E E 好所以E我们学会以后呢 下面这个音标呢 我们在台湾呢一般来讲呢 都没有念得很标准 那英文的发音呢 那语音学来说的话 这个E呢应该是念长音 那E的是念短音 那长音是两拍 短音是一拍 但是呢它除了长短音之外呢 还有点差别 那我们知道美国认为这个应该念什么 长小紧 就长音 而且嘴巴是小 而且是念的时候紧紧的感觉 那这个呢 刚好相反是短大松 那念E 所以上面念 E 这个应该念什么 把嘴巴稍微张大念 E E 所以要稍微张大念E 那这个字呢 我们记这个音标就可以了 IT怎么念 叫IT IT 所以记得IT 那如果你要再记另外一个这样 比如说坐叫做SIT SIT叫SIT 比如说我们讲坐下 SIT DOWN SIT DOWN 那我们再看下面这个音标呢 这个音标叫 AD的声音 这我们平常叫道山音标 各位有没有看到这音标很奇怪 其实英文的音标里面呢 它的组成的原则 写法的原则呢 有三个原则 E呢 就是靠英文的小写字母 不是英文的大写字母 是英文的小写字母 那第二个呢 就英文的大写字母的小写话 那大写字母小写话只有两个 一个就是这个英文字母的I 念成大写字母小写话 从两格变一格 念成A 那另外一个字就是U的字母呢 这U的大写字母念什么 U的字母念5 所以这两个呢 就英文大写字母小写话 那其他你所没有看过的 都叫希腊文的字母 其他你没有看过希腊文字母 所以今天呢 我们看到这里的话呢 这个音标对我们学英文来讲 好像是怪怪的 其实呢 它是跟我们好像呢 阿拉伯数字三呢 是左右相反写吧 这叫念A 那我们知道A的话呢 你要背什么呢 背两个音 很好记 一个就是宠物怎么念 P-E-T P-A P-A P-A-P-A P-A-P-A-T P-A-T叫宠物 那另外一个背什么呢 那就背一个叫B B叫什么 P-A-P-A-P-A-T P-A-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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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A-N就是A的声音 所以我们要了解这个念A的声音 当然我们说过 这个就是希腊文的字母 那另外一个 A的声音 记得A的声音 那另外一个呢 这个音呢 是我们台湾人最不喜欢 也是最会念错音 我们平常很多人念苹果 叫Apple 这个念法是不对的 两个音队不对 应该念什么 Apple Apple 这个苹果 那我们都知道 现在的很多喜欢呢 用苹果电脑 苹果手机 那我们当然 我们也在从美国进口的 很多的苹果 苹果怎么念 叫Apple Apple 所以呢 苹果呢 我们就写一个 Apple Apple你记得 Apple 这个音标呢 如果我们要讲的夸张的 念正确点的话 那嘴型不怎么好看 我们要把A的声音呢 把嘴型扁平张大念 A的声音不太好看 当然美国人念法呢 没有那么夸张 可是呢 事实上它的音的念法就是这样 所以我们念Apple 还有呢 我们可以念什么 可爱Cat 各位知道Cat是什么意思 就是猫嘛 Cat 不是Cat 所以这个音标不好念 那这个母音大嘴观呢 是从小到大的发音 就嘴巴从最小到最大 所以我们刚刚念 乙乖怎么念呢 乙乖怎么念呢 乖乖怎么念呢 乖乖怎么念呢 诶 诶 那下面个音标呢 就嘴巴嘴巴最大 就念A 你看我们嘴巴最大 所以在母音语 语音节来说的话 它是最大的声音 叫A A的声音 那A呢 我们可以记一个简单的字 叫做什么 Hot 很热 很辣 或很烫 就是Hot 喝啊哈 阿 喝啊哈 那如果呢 我们学这个音标 你也可以 直接把句讲 叫Stop Stop 像两个人吵架的时候呢 比如两个兄弟吵架 妈妈说叫停 叫Stop Stop 那英国念Stop 英国的发音呢 他喜欢念这个 这个发音 这个发音 念Stop 那美国念Stop 当然等一下我们讲止音的时候呢 那P的这个 这个叫爆裂音的话呢 它的音标最尾巴的时候呢 美国人习惯上是不念的 还有一个念Stop 不会念Stop Stop 不会这样念的 应该念Stop 所以请记得 这个O的音标 当然啦 我们S把拿掉念的嘛 Top什么意思 顶端 所以我们记得 所以一个念Top 一个念Stop 所以请记得 这念A的声音 所以你看 我们再注意一下 我们音标 念E 过来什么 嘴巴张大 E 那嘴巴再张大 A 嘴巴再张大 A 嘴巴张得最大 A 所以 E 请记得 这张表示 美国语音学叫做 要我们知道正确的学习 所以你音标念对的话 你就要按照这种方式来念 那另外我们右边的话 它这个念什么 那乌的发音有很多啦 那比如说 食物念Food Food 那当然我们第一个发音呢 记得比较好记的话 它是什么呢 就记得这个发音 叫Soo 我们知道 美国的女生 有的叫Soo 食物 食物 所以我们念 W 食物 Soo 那这个音标呢 我们就很熟了 以前我的老师呢 叫我们念音标的时候呢 因为他的音学得不好 他就念什么 他就说 书本来念 不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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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他就叫我们直接念不可 其实这个发音是不对的 应该念什么 book 那book这个词呢 我们都知道 那英文呢 主要是书本 如果你将来有来考多译的话呢 那book这个词 不会考书本的 一定考什么 叫做动词 叫做预定 定书 定什么 定餐 定房间 叫book 所以呢 我们举个 举个它的好记的单字 就是 这些念的 所以这两个呢 你要有什么分别 上面是英文的小写字母 下面这个字呢 是英文字母 大写小写话 大写字母 小写话 这怎么念 那请记得 上面呢 音呢 要长小紧 那下面这音标要 短大松 所以要把它念 所以请各位看我的嘴形 上面念 那下面这嘴形呢 要念 book book 不是book 不是book 所以呢 如果你念这sure的话呢 sure的话 我们要怎么念 要念sure 但是一样的是 我们台湾的有些会念sure sure sure 发音是不对的 应该念sure sure 当然啊 我们来解决的例子 叫god 怎么念 应该念good good 可是一样呢 我们台湾很多那种good good发音不对的 good good 所以请记得 一个呜 过来什么 呜 再过来呢 再念oh 那我们一般的 很多人喜欢念什么 oh 这不对 应该念oh 你看我嘴巴 直接张开的时候呢 把嘴巴它定格在这边 o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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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像我们学中文的人都讲 oh oh 那所以呢 今天这个oh呢 我们记一个简单的字 就是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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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h oh doug 不要念doug doug 请不要念dog 要念doug dou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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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问题 在我们了解以后呢 就好办的 那剩下来的呢 我们看的这个字音标呢 叫r r是什么意思 就是发生卷舌吧 那记得 美国人呢 他发音呢 如果字母有a1 i5叫r的话 美国人叫卷舌 但是英国是不卷的 英国是把它 念长一 这个卷舌 如果念长一 就念拉长就好 那美国要念卷舌 卷舌呢 这个学这个字最简单 就这样 yes sir sir的话呢 很好背 我们都知道 先生长官 怎么念 长官就叫做sir 男老师 男长辈 都叫sir sir sir 所以这把念 r r sir sir 那这个 下面这个音标呢 就比较特殊了 因为这个音标呢 他要透过双音节 因为他永远念轻音 因为单音节一定念中音 双音节才会念成轻音 有轻音的问题 所以这个念轻音的话 那我们都很熟 老师叫什么 teacher 当然了 在台湾有些人叫什么 叫老师去踢球啊 teacher 这个发音要念teacher 要请注意 要怎么念 r 要卷舌 r 那这个音呢 是特殊的美国人才发 英文不发的 所以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 老师这个字 美国人念的teacher 是耳 teacher 耳的声音 但是英国人念teacher teacher 所以基本上呢 如果你在多亿考试的时候呢 那多亿呢 就有美国人发音 英国人发音 还有加拿大人发音 还有澳洲人发音 甚至还有纽西兰人发音 所以这时候我们要注意的 只有美国人跟加拿大人 会念卷舌的 那其他人还不念卷舌的 所以叫teacher 那如果还记个简单单子